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都促统基调 但这回不用过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而是说促进统一 和平两个字被删掉了 人大常委会公布要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机构 落实一国两制 通篇媒体台湾 却是认为中国可能打算一国一制 放弃跟台湾和平统一 而是武统夺岛 他内部最近的确这个武统的声音蛮大的 把这个和平拿掉是某种程度是转移民众 对于国内外的一些施政不利的 或者一些冲突的一些焦点 除了军机频频现身台海周边 四月处辽宁号航母跟五艘军舰 也航进巴士海峡 甚至穿越宫古海峡 一连串动作由台湾军事民认为 中共解放军目标不会只针对台湾 可能是表面假装打台湾 实际攻冲神 因为中国官媒始终没放弃过冲神地位未定论 这样就非常愚蠢 那被人每日台三边的三个力量的整合 那去对付你一个中国 中国解放军被认为 存有拿下冲神野心 如今种种挑衅动作 让中国是麻烦制造者的形象 越来越无法抹灭 三立新闻李正道中 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